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想說一下曼聯 我相信香港有不少球迷 都很喜歡曼聯 我曾經也是 但是 這雙曼聯真的很不爭氣 自從廢格信走了之後 一直一直令大家失望 今季開季還主場輸給拜頓 好像是吧 有位前曼聯的董事會成員 他說要拯救曼聯 即將提出惡意收購 大家聽聽我的報導 前曼聯董事會成員 李頓接受訪問時表示 即將向加拉薩家族提出惡意收購曼聯 加拉薩家族即是現在的曼聯大股東 李頓表示曼聯正深陷危機 原因是加拉薩家族對足球 知之甚少 所有人都知道曼聯需要一個 新的擁有人 而這也是他的目的 現時的曼聯雖然在美國上市 但那只是過煙幕 令加拉薩家族在曼聯的地位 保持不變 所有小股東 在球會的真正權利 都沒有獲得體現 李頓稱由他牽頭的財團已經準備妥當 資金亦得到保證 現正等待富翁 拉特克里夫正式加入 李頓保證 拉特克里夫加入之後 會在短時間內正式向加拉薩家族提出惡意收購曼聯 拉特克里夫是經營石油化工發達的 他是今年的英國首富 同時亦是曼聯的粉絲 據福布斯估計 他拉特克里夫的2022年淨資產值為127億美元 大約1000億左右 而惡意收購是指收購方在未知會目標公司董事會 或在他們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提出拼救方案 在惡意收購過程中 收購方與被購方軍採取各種工防策略 以取得控制性的股權 希望可以救到曼聯 曼聯真的令香港人 我的粉絲輸了很多錢 因為曼聯的隊伍 不過你先炒麥龜 這條麥麥送日費 是送走的 好了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待會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支持 拜拜